祝英大使刘晓明这个家伙就是他当年说的 习近平访这个英国的时候访问他BBC 说这个访问那个停的两个核项目 到底要不要得中国支持英国反对 他说你们有钱吗?你们有技术吗? 你不让我们来谁来呀?就他说的 全家人都在英国过了皇帝般的日子 他跟我一堆的哥们都是成天会 多次要参加我的聚会我都给他拒绝了 我说这个王八蛋绝不让他来 这就是一畜生流氓 比谁都贪说出来了吗?说什么? 你看他采访这双 中央政府从来没让香港政府 利用手违反刀法 这是香港政府主动提出的 看明白了吗?是我关归懵的吗? 全人类就我一个人说这话了 你不觉得悲哀吗?我可不想伟大 伟大的一个屁用啊当饭吃吗? 这种伟大假设对我是侮辱 就是林郑月娥的亲自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要求干这事 为啥呀?他就是自己很明白 他要退下来他要被清算 他太多钱来自大陆了 他在上海已经有房子了 就把香港给你卖了 老子还有儿子呢 别忘了林郑月娥会的是俩儿子 你甭想他影响我儿子的生活 百亿富豪千亿富豪的生活 这是本质 让我让你所有人都不安全 我全家我儿子和我最安全 我让你所有人都没有钱 我家的钱想怎么花怎么花 而且他要成为创造历史的那种 他的信中报告最后就说 由我将代表香港的这些政府 创造一个中国和香港的新历史 林郑月娥这话是不是你写的? 如果我说错了差两字也可能啊 要唱啥字你们就把我抓起来 他要创造历史啊 据说中央毛领导看完以后 说这个女人心够毒的 现在的类似人 第二个人 统筑 解决 文字幕 简直播 感谢观看